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 學習Stud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 對你有所幫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這個弓箭 看一下 它的長是105mm 寬是50mm 高度是40mm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角度 下面這個厚度 10mm 30度的角度 從前端到這裡35mm 這邊15mm 三度角度下來 然後這邊 從這邊 從後端這個距離是45mm 然後高度是25mm 從這邊下來 斜角度下來 這邊45mm 然後這邊做一個馬蹄形的 拱門 這個長掉 它高度是25mm 直接長到下面來 那右邊呢 它也是一個馬蹄形的拱門的東西 從這邊長掉到這個本體 好 好啊 它的拱門 外徑就是R20 內徑是R10 都一樣 R20 R10 這樣子 一個情形 這弓箭應該不會很困難 我們 第一步呢 這個圖形 先把它弄出來 然後第二步 是從這邊拱門 把它長掉進去 這邊從長掉下來 最後 該除掉的地方 全部把它除掉掉 好 一樣齁 我們將這個圖形 先把它隱藏起來 看一下齁 它這個圖形 就是這麼一回事 好 一樣齁 我們將這個圖形 這個測速圖 這個地方 圖形把它畫出來 長掉 長完以後呢 我們這邊再長進去 這邊也再長進去 最後把它除掉 整個圖形就出來了 一樣齁 我們將這個圖形 把它隱藏 我們重新再 繪製一個圖形 給大家看齁 新檔案 連接位置 確定 從 這個應該從 前基準面畫 比較好畫 好 一樣齁 我們先揮一條 集合結構線 好 我們從 揮一條 實線好了 從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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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的上來 再斜的15度上來 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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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 把它弄成 隨著放出 隨著放出 來 我們看一下 他這個尺寸 我們給他這個尺寸 這個地方好像是10mm 這個地方是15mm 這個地方跟前緣 35mm 按 按 按 然後 我們看一下 後面的 15mm 總長度 105mm 好 這個是15mm 按 按 按 總長度 總長度 是105mm 按 好 按 然後 這個地方 45mm 按 按 然後 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 這條 它水平放出 要把它刪掉 因為這條 不是水平 到這邊的距離是 好像是25mm 然後 然後 我們再看一下 總高度 40mm 也就是說 這裡到這裡的距離 它是40mm 整個清醒大概就這樣 然後這個地方 它一個角度 它是30度 我們看一下 這邊到這邊30度 這邊是30度 我們現在 這樣 角度 先 這個 地方 跟這個地方 是30度 好 30度 這邊 35 這邊 這邊垂直方向是15-45度 這樣整個圖形就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厚度 厚度是50 不用兩側對陣 1、2、3、4、5、4 OK 接下來齁 從這邊好了 從這邊 草圖灰質 正式 不用 我們用這個 狭情材質 狭情工具 畫出一個 拱門 現在再畫一條 再畫一條直線 這邊 R10 這邊是 20 我看看高度多少 10mm 這個高度是10mm 一樣 這邊 翻轉一下 應該也可以啦 再來 看一下 我們從下面 漲料上去25mm 看一下齁 這邊是15mm 一樣齁 這邊選擇 從這邊 從這邊 因為你從那一面的話 你要 要 建立一個面 我們從這裡就好了 這樣 加清掃工具 選擇 終點 再會去一次 尺寸15mm 這邊 這邊 R10 這邊 R20 中間 再畫一條線 好 特征 停留生長 給定是25mm 所選輪廓是這個地方 往另外找 確定 好 那這樣子 整個圖形這樣就出來了 接下來齁 我們將這個不必要的先把它除掉掉 從這邊上面 參考圖元 我選擇這個 草圖3 當參考圖元 好 特征 生長 除掉 25mm 也應該可以了 選擇這個地方 確定 完了 一樣齁 這個地方 當草圖圖元 一樣齁 看一下 這邊 選擇 第二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 這個地方 參考圖元 特征 生長 除掉 給定深處 我們選擇 完全貫穿 首選輪廓 中間這個部分 OK 這樣它整個圖形 我們就完成了 好 最後一樣我們檢查一下 尺寸 50 105 高度是 30度 30 15 高度 40 然後這邊高度是 25 45mm 這邊15 確定 好 再來 地方 25mm R10 R20 深度15mm 好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R10 R20 整個圖形 就是這樣的 就完成了 一樣齁 我們給它一個 顏色齁 在這個地方 選擇 Buddy 看看 也是可以 我們用金屬 金屬 工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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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好像用柱形做出來的 好,我們 今天圖檔就示範到此 結束,謝謝各位觀賞 OK,今天的廢圖視頻已經結束 希望看完這集視頻後 對你有所幫助 在Sallyworks 3D繪圖技巧上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 我懂的是會盡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繪圖方式 也請你告知指教 正所謂教學相長 看得越多,學得越多 喜歡我的視頻,記得訂閱 點一下讚,幫我加油打氣 按一下右邊的小鈴鐺 有新的視頻就會通知你喔